川普返回华盛顿 对于这次和北韩协议破局 美国两党同时松了一口气 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也称许川普 美和北韩达成片面协议 但他认为川青能再次会面 已经是金正恩的一大胜利 英国BBC也分析 金正恩赚到国际版面 再度塑造强人形象 但川普什么都没有 是川青二会最大输家 28号川青一对一闭门会谈时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门外跺步 插着双手看来神情焦虑 或许就是担心川青边散布 边谈川普又做出太多 国安团队反对的让步 一看到川青两人走出来 立刻上前插话 我们可以做这个事 Mike 你想谈话吗 我认为川普金正恩 希望我们可以做更多 我们要求他做更多 他不准备做更多 蓬佩奥扮演救火队角色 替川普补充说明 还被拍到计程会上 聆听川普发言时 在一旁冒冷汗摸额头 专家分析 川普的谈判技巧很自豪 喜欢强调和对方领导人的好交情 金正恩看准这一点 只需要搞定川普套交情 即使无核化没进展 还是能抬高北韩谈判筹码 更在越南多留两天 强化两个共产国家的交流 川级二会在金正恩盘算里 恐怕只是顺便 三里新闻林芳寅报道